大家好 我是梁国宁医生 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子宫肌瘤或者叫做纤维瘤 有点心理准备给大家 第一里面我们就比较多字和我解释 我们始终都要担心版权的考虑 有一部分我们需要给图示 我们可能就会用一些连结了的 比如说YouTube的影像来做 第二这个图并不是真的想和大家有什么没礼貌 而是刚刚做了一些帮新冠的病人没来的治疗 所以我的头发都没生出来 那我们继续了 我们会有些概述、诊断、治疗和 讲讲肌瘤引发的其他问题 我们的基础会来自外国一些的资料 我们都特意留了一些QR Code 大家可以素描了它 今天就看到原本的网站 也可以用来给大家自己参考的资料 什么是肌瘤呢 其实是子宫的良性的组织 读的机会真的很低 它里面是由肌肉纤维组织造成的 另外一个名字也叫做平滑肌瘤 很多时候有这个毛病都没有什么症状 只有少数人是有点不舒服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肌瘤 很多人都不是只有一个子宫纤维柳在子宫里面 你就可以当成群结队 如果有不舒服的那些人 因为他大呀 脏呀 有些沉醉呀 甚至是轻微的痛 感觉不出奇 如果痛的时候有腰痛 有时他扎着膀胱 会有尿频 也有点那么多人会有便秘 夫妻生活的时候 有些人觉得你不太舒服 少数例外的情况 是减少了怀疑的机会率 或者受人之后出现一些 不好的影响 那这些到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的 在这里有一个外博的YouTube 可以看看这个描述 大家探索了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得到的了 如果外国的情况 什么情况之下 会去看医生呢 其实大多数时候肌瘤都没有什么症状 所以大部分 尤其是香港人 都会在例行检查 或者做超性脂肪瘤的时候得适 如果有些人有些 比如之前说的肌瘤的可能症状 他们看医生的时候 就可以找到原因 如果是家庭医生 或者我们叫普通科医生 就觉得有机会有肌瘤 就可以安排超性科素描 或者承转给 你负责科专科医生 就可以找得到 有还是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很喜欢问 每个毛病有什么成因 但是说真的 子宫纤维瘤的 实际的成因 我们都没有很肯定 但我们就觉得 他跟女性荷尔蒙 是有关联的 有人就会说 一个女士有三岁的机会 会生纤维瘤 有些人就讲到再多些 甚至 大多数人 都会生过一些 小的子宫纤维瘤 或者大的子宫纤维瘤 都不出奇 不同的种族之间 会有少少不同的 病发率 在病发的时候 多数就是 生育年龄 那个时候 女性荷尔蒙数量 就比较高 避孕药就会和 子宫纤维瘤出现 没有明显的关系 生育可能有少少保护 如果你说 生活上面有些什么 轻微关系 疏果和运动 可能会减少 丁这么多机会率 肥胖 吃得多红肉 缺乏维他命D 或者高血压 有人就会说 多小小的机会 出现子宫纤维瘤 我们由于 子宫纤维瘤的位置 不同 就会说它的类型 其实 子宫纤维瘤 在任何的子宫地方 都可以生出来 大小油花生 那么小粒 去到拳头那么大都有 主要的类型 包括 包括在子宫长壁 那里生出来 我们叫做I1 I2 这些位置 张膜之下 其实就是说 在外围那里生出来 S1 在主要的外边 S2 就生到外面 不同的位置 都可以生出来 S3 黏膜之下 其实就是说 子宫中央内壁 那里 附近生出来的 纤维瘤 好了 Submucosal Subserosal 或者intramural 如果有个钉 我们可以叫做 有替的肌瘤 在外边 在里面 都可以 另外要分辨 另一种叫 线肌瘤 是一个子宫内壁 子宫内壁 二位症 的毛病 在一幅墙壁里面 都看到子宫内壁的组织 用超声波很多时候 都可以分辨 很多人都知道 用超声波来 去诊断纤维瘤 超声波 就是说 声音的频率 是我们耳朵听到 耳朵的频率来的 但是那个声音的大小 就不大的 所以就不会影响我们的 大家可以放心 这个方法不痛的 用探测 可以在肚皮那里 射超声波下去 反射回头的时候 机器就会分析得到 那些影像 你都可以 探测放在 私隐地方里面 也都可以 比较很准确的 看到里面的组织 如果 看到真的有肌瘤 就由 护科医生跟进 治疗的原则 其实如果肌瘤 没有什么症状 又不是很夸张地大 又不是大得很急 就不一定要搞的 可能 隔一段时间 查查 决定的大小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多到 就够了 收经之后 那些纤维瘤 就会小了 那些症状 会少了 或者甚至没有了 如果需要治疗呢 其实就先 处理 都是缓解那些症状 很多事都已经足够了 部分有肌瘤的女士 经期的量比较多 药物会有些帮助 但是如果肌瘤越大 那些药物的 辅助能力就越低了 真的药物都帮不了 就要考虑 遮药物 一路升级上去 或者要做手术 原则就是结构冒病 唯有用物理方法解决 就要考虑手术 或者局部 消灭它 或者是塞了血管 让它自己消融 接着这几张 影片都会说 一些控制 各种不同症状的方法 这个名字很长 其实就是一个 细小的T型装置 简单来说是一个子宫环 挂在子宫里面 里面这里装了药物 很缓慢用几年 放药物出来 这个方法就控制得到 不是肌瘤 而是控制到 那个 经期的量 的多少 令到子宫内壁 变得薄 经血就会减少 有些什么 负的作用 有用就一定有负的作用 可能 经期没有规则 甚至一段时间没有经期都不出奇 有些人会有别的不舒服 这些 暗瘡 头痛 或者预防脏痛 有这么多人 有些不舒服 不出奇 这个方法可以避到印 但是拿走了它 就会没事 照样可以抬到BB 摆这种东西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video 就可以见得到 控制经期的多少呢 当然我们可以考虑 只是用止血药 可以减到一半的经期份量 都可以 有一个规律 怎么识 医生会教大家 它没有病人功能 也不会影响怀疑的机会 可能有少少消化不良 甚至有些肠胃不太受的 不舒服都可以 我们继续讲药物 也会再跟大家讲一声 不同的人 应用上 可以有不同的适应性 所以每个医生 就会在每个女士身上 就选对的东西来帮忙 一种类型的 抗炎药 也有止痛的能力 就可以减少得到经血 是不错的 也没有病人功能 它有少少不舒服 就是肠胃方面的 不舒服 不出奇 吃得太多份量 都可以影响到 别的 比如说肾方面的功能 但是也要多喝点水 通常 医生看着 就没事 避孕药有好的副作用 因为 它避孕 减了经期 又减了经痛 要有这些不舒服 就算有纤维扭 就可以吃 另外口服的 别的 河尔蒙 是可以减少得到乳鲸 吃法就比它吃得久一点 令到脂肪来壁 就没那么快生长 它是可以减少得到受孕的机会 但是如果靠它避孕 就不是很可靠 所以可能也要用别的避孕方式 比如安全度会好一点 有机会令到体重增加 雨线有些不舒服 有些人会出暗瘡 打三个月一次的避孕針 是可以减减到经期的份量 常常的副作用 包括有机会 体重增加 经期都会乱的 但是来得很少 有些人有肚脏 積聚水分 乳房脏痛 有些人有 不是个个都有 停用了之后 就可以继续怀孕 但是有时 就要等久一点 才会逃得回BB 由于肌瘤是跟女性 可尔蒙的数量有关的 所以 我们只要减少了女性 可尔蒙的 份量 其实是可以缩小到纤维瘤的大小的 我们可以删掉了个卵巢 打一些针 就可以这样做到的 会停得到经期 但是它不是一个最有效的避孕方式 所以都要用别的方法去避孕 也尤其在手术之前 缩小些 纤维瘤 和减少流血 是很有用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说了 生了个卵巢 就有些更年期的成绩的贵作用 包括潮衣、出汗 肌肉不太听话 阴度干劫 这些都不出奇的 通常最多都是用半年左右 停止了之后 肌瘤 多数都会长到原来的大小的 是有药物用别的机制 可以缩小些那些 自供纤维瘤 但是呢 后来就发现 这个情况 那些药物是可以令到肝 有些严重点的负作用 虽然就不常见 但是呢 在整体考虑之后 香港已经停用了这种药物 所以基本上来说 就得到之前的那些方法 才可以处理到到纤维瘤 真的需要治疗的话 药物又帮不了呢 那就可以考虑手术 但是大家要明白 真的需要治疗 不是一见到瘤一定要做手术的 也都要试了另一些方法 那医生就会跟大家商量的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的 每次无论我们这里的讨论 还是 医生和每个 类似的讨论 都为益处和风险 互相平衡 记住每样东西 因为它的好处和风险 风险不能说 说过之后一定会出现 所以要平衡 那么医生会订阅和大家分析 那现在我们就终于讲一讲 我们首先就说 微移瘡做不做到手术了 所以我解一解给大家听 什么是福康镜 福康镜 其实这个就是旁边看到的样子 是一个微小的双向电筒 它边周围 就用来带光进去 这里就等于打灯 中间就是将影像传输出来 通常我们就在肚子里做个小小的箱口 放这个叫做福康镜 这个双向电筒进去 除了要放了一个小的箱口 然后放了这个电筒之后 就要用气体 来浸高肚皮 我们才有位置看到一些器官 因为气体同时都顶高了横隔膜 所以就要辅助呼吸 因而 做方向的手术 我们就要全身麻醉 可以用来检查 和治疗 治宫外围的肌楼 当然 数量就不要太多 如果太多 或者太入去里面 就比较难 用纯粹这个方法处理 医生会衡量 只看都做不到的 所以就要在旁边 放两个 或者三个 小小的箱口 就可以放到一些甲仔 剪刀 吸管 电刀 甚至 放些针子 都可以做得到 就可以切除肿瘤 和修补 方向镜可以治疗手术的 这些毛病 或者其他毛病 切除了 甚至整个子宫 都可以做得到 顾名思义 公看镜就是经由 私人地方下部 一路进入子宫里面 所以没有伤口的 这样的系统 你都要做治疗 一个小的 伏腔镜的 伤害电筒 大概的原则是一样的 进入子宫里面 如果只是检查 需要几分钟就完成了 局部或者全身麻醉都可以 但如果真的做切割 多数都要用全身麻醉 会好些 处理就是 进入子宫肝里面的肌瘤 用这个方法 如果肌瘤不是太大 就可以处理得到的 我们也有一个动画 大家搜索了这个 KOR code 就可以看到公看镜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设计 看到这个电筒 旁边就可以拖这些电刀 经由一个 在里面的工具 可以拉着动的电刀 来做切割 电线可以将那些力量 传进去 就可以切得到里面的组织 出来 如果切走了整个子宫 它难去复发的 这个当然是最有效的方法 不过 后果就是不能再生育 通常 肌瘤比较大 或者严重出血 整个子宫都不应该保留 才会做这个 当然 小心衡量 然后医生才会建议 做或者不做这个手术 拿走个子宫 可以经由 阴道 就是下腹 拿走个子宫 用腹肝镜做手术 或者 割开肚子来做手术 通常都是住几天 就可以回家 完全恢复 要过两个月 尽可能那段时间 就休息多些 它的不好处 包括提早更年期 和肾肉减退 这些通常 撤走了个卵巢 才会出现这些情况 香港大陆的 负责科有讲到 用不同的方法 来拿走个子宫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资料 提供给大家 一路都讲了 做手术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一定是商量清楚才容易做的 当然我们很多时候考虑 有肌瘤只是割肌瘤 可以留下个子宫 这是正确的 尤其如果只是想生孩子 那就不用一定要割走个子宫 但这个方法就不是适合 所有类型的肌瘤 根据大小 数量 以及位置 医生会建议应该怎么做 包括可以用眉疮 或者开途做手术 也是住几天医院 回家也要休息几个星期 但是肌瘤是可以再生出来 可能亦都需要 再做 日后 如果再出问题的时候 需要再做 其他治疗 香港大学负责科 亦都有这些资料 可以提供给大家 刚才提过 用公康镜 是可以切除得到 入了子宫康里面的 子宫纤维楼 有 视频 大家可以 可以看到 这里 按下就可以了 通常都全身麻醉做 很快就回家了 但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做 当然 纤维楼的位置 是适合才行 另外 广大也有些资料 给大家参考 既然子宫纤维楼 又不是有毒 有些聪明的医生 就想到一个方法 塞出那条血管 等于扰扁它 它就会缩小 这个方法是行得通的 但是 通常都是对付得到的 都是一个比较大的 子宫纤维楼 才用这个方法 因为如果曼山遍野都是敌人 你怎能塞到那么多血管 随时 旁边的组织都已经 消灭了 那就不行了 那 用古墓麻醉 就已经够了 用道馆 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适当的血管 然后堵塞了它 住院很短时间 休息也很短时间 慢慢它就会消散了 就不用一定 在家里休息很久 之后是可以怀孕的 但是那个影响 我们真的不知道 也都不肯定 那就是有人 正常怀孕得到 但是真是 连医生 都会觉得 资料 不足够 一定要给一些 好 确实的保证了 所以 医生 和那个女士 就要谈一谈 好处坏处 这个也都可以给个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如果做起来 是怎样做 如果我们只是想减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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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撤走 纤维柳 那可以吗 是可以的 那只是 消灭了子宫内壁 就已经够了 这个小很多的手术了 对付 没什么肌瘤的 惊奇多 或者是 小的肌瘤 或者肌瘤 被淹在子宫里面 可以顺便拿走 各种方法都可以做得到 很快就回到家了 这里也有个video 可以给大家看得到 如何做这个手术 手术之后 会有少少流血 少少肚痛 大血的分别 就会一个月左右 那么 手术之后仍然要避孕的 但是我们就不建议生育了 近年有新的方法 就用高强度聚焦了的超声波 其实就整热了那个地方的组织 而消融 得到子宫纤维柳 不痛的 但是就要做 一两个钟 甚至再久一点都不出奇 医生就会看着里面的情况 但是这个是比较新的方法 安全性和长期的效果 我们的信息 就不是真的很多 所以 医生要定点 跟那个 女士 解释风险和益处 这个就未是一个 很常用的方法 用工序治疗 每一个方法 都可以有它的病发症 医生责任坐在 就会定点 每样的解释 给大家听 大家要记住 不要只看风险 也要想起 自己原本 需不需要做这件事 它带来的方便 和日后的好处 防止日后的问题 这些 其实是一个 衡量的一个评估 首先 就是 子宫 如果做手术的地方 可以是它的损伤 流血 甚至感染 是可以出现的 肚 旁边的组织 避疗系统 膀胱 输尿管 腸 血管 这些地方 都可以出现 流血 或者感染 损伤都可以出现 然后 菌是不听我们的 所以记住 它 一定可以影响我们 亦都可以 在小便系统里面有感染 做完盘康手术 这是不出奇的事 尤其是 睡得久 容易有肺炎 或者有提子感染 这个 除了我们的学识 可以影响我们之外 早点起床 也是一个防止的方法 手术之后 因为 饿床得久 就可以导致血液 在小腿里面凝固了 这些 甚至血液凝固了之后 那些血块 飞去身体的地方 都可以影响生命安全 所以我们 要早点 起床 行动得到 所以也会说 如果适当 用止动药 是有效的 我们就不需要担心 因为医生一定计算过 才给药物给大家 当然我们可以有药物敏感 或者麻醉里面 都可以有风险 每个东西都可以发生的时候 我们医生责任所在 都可以说 严重地上来 可以影响生命安全 你都可能需要再做手术 你都要治疗 但是这些 其实风险 相对小一点 不是说 经常都会出现的 但是经常上来 医生会和大家一起面对 刚才也说过 不要只看风险 也要看它带来的好处 和不好处 不是说 每个病发症 列了出来 都有同样的机会发生 你们可以跟医生 谈清楚 每件事发生的机会 多还是少 还有我们刚才说了 要防止 比如最重要 我们习惯一个 即立的姿势 早点起到身就起身 会有用的 医生永远都会帮大家 也都会承担 但就有没有问题 都会共同面对 就算用药物 都一样有的好处 不好处 大家要记住 跟医生一起面对问题 就可以了 肌瘤当然都可以有 他自己病发的问题 我们都说给大家听 读楼的机会不供 但是我们没拿走 就始终有一个 不肯定在 大多数女士都没有征装 小数情况之下 才会有问题 比如说 大小 位置 这些都会影响 可以压着周围 尤其是避疗系统 和腸 如果真的压得很重要 比如塞了输裂管 就可以 输了腎 这个情况 我们都差不多一定要 拿走 那个纤维楼 甚至是子宫 那么它多了 纤维楼 它会令到血管供应多了 那就经常份量多了 可以导致贫血 对生育 我们也会再讨论 很多女士 有纤维楼都可以 托到BB 所以 不要当一定要对付它 才能生得到BB 因为偶然 都会影响BB的发育 或者分娩 如果出现肚痛 是可以因为那个 肌楼 是自己的什么 怀孕期间的转变 早点看医生 有纤维楼的女士 增加了少少早产的风险 如果肌楼大 又阻止那个生产度 就唯有拿BB出来要开刀 极小情况下 就会跟流产的风险有关系 亦都因为有纤维楼 产透出血的机会 高一点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有肌楼 亦都怀孕 可以跟医生商量的时候 让医生提供多些讯息 教大家怎样观察自己 幼稚公肌楼的人 不一定是 担鱼的 但真的要试了才知道 如果肌楼大 有些机会都可以影响 如果一个位置 真是很 阻止精子到达 虽然少见 但是都可以出现 整体来说 越接近子宫的内面 空间 就越大影响 生育的机会 越仔细行量 基楼的位置数量 试了多久 托BB 行还是不行 这些 医生会和大家 定定定商量 多谢大家 用了差不多半小时 去看这些资料 我们有很多个单位 要去多谢 我目标都希望 大家知道多些 也懂得跟医生一起商量 怎样面对一个 比较常见的 腹肪无病 始终不少人是 子宫纤维瘤出现在 身体里面 所以 不要怕 不要怕 定定定定地和医生商量 就已经足够了 希望大家一路都是身体健康 好啊 好啊 我来说 和医生舍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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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去想